《龙珠超》,细思甚恐,主角和反派平均年龄已经截近50岁,他还是当年的热血漫吗? 众所周知,《龙珠》系列动漫是一部热血少年漫,主角孙悟空从幼年战斗到少年,从少年打到青年,从青年战斗到中年,遇见了不计其处的对手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悟空,悟空的年龄在增长,观众的年龄也在增长 截止到现在的格兰诺拉篇章,悟空的年龄大约是45岁,贝吉塔的年龄大约是50岁,格兰诺拉的年龄也在50岁以上 我们不禁发现了一个恐怖的问题 现在的龙珠超还是少年漫画吗?还是称之为中老年漫画更恰当些? 《寻找龙珠》篇章,悟空12岁 《龙珠》漫画开篇,悟空还是一个12岁的孩童 一次偶然事件,悟空遇见了布尔玛,二人一起踏上了寻找龙珠的旅程 在旅程中,悟空遇到了很多强劲的敌人,风靡全球的龙珠的故事从这里展开 《天下第一武道会篇章》,悟空16岁 爱纪753年,第二十二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办,此时的悟空已经16岁了 此次武道会出现了天津饭和饺子等强敌,孙悟空陷入了苦战 《龙珠》第一部结尾,孙悟空19岁 爱纪756年,第二十三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办 这次武道会出现了一位十分可怕的敌人,那就是短笛,摩尔戴 一番激烈的对决之后,风云变色,会场覆灭,最终悟空取得了武道会的总冠军 随后悟空和琪琪结婚了,这个时候的悟空已经19岁了 《赛亚人入侵篇章》,悟空24岁 爱纪761年,赛亚人拉蒂兹入侵地球,悟空和拉蒂兹同归于尽了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贝吉塔和纳巴,比克开始带着悟饭修行 这一年,悟空第一次死去,他已经24岁了 福利萨篇章,悟空25岁了 爱纪762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宇宙帝王福利萨横空出世,被吉塔,库林相惜死亡 悟空和福利萨在纳美克星进行了一次举世瞩目的战斗 最终,悟空变身为传说中的赛亚人,打败了福利萨,纳美克星也在这一年毁灭了 沙鲁篇章,悟空大约30岁 爱纪767年,人造人16号,17号,18号相继苏醒,人造人19号和20号的出现直接让世界岌岌可危了 然而更糟的还在后面,沙鲁吸收了人造人17号和18号以后变成了终极人造生命体 Z战士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年,悟空大约30岁 《魔人不殴》篇章,悟空大概37岁 爱纪774年,魔导师巴比迪将传说中的魔人不殴放了出来,世界再次沦陷了 此时的悟空已经死亡,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人间,因此孙悟范,孙悟天和特兰克斯等人扛起了保卫地球的重任 《神与神篇章》,悟空大概41岁 爱纪778年,破坏神比鲁斯苏醒。为了寻找传说中的超级在亚人之神,比鲁斯来到了地球 最终,孙悟空吸收了另外五名在亚人的新之力成功变身为超级在亚人之神,和比鲁斯来了一场痛痛快快的宇宙大决战 复活的F篇章和时空篇,悟空大概42岁 爱纪779年,宇宙帝王弗丽萨被手下复活。重舍以后的弗丽萨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了,修炼四个月,直接变身为黄金弗丽萨 悟空和北吉他也不甘示弱,他们在超级赛亚人之神的基础上再度变身为超蓝,又一场恶战展开了 在同一年,未来特兰克斯乘坐时光机来到现在时空求助 悟空和北吉他被卷入了扎马斯的人类灵际画中,跨越时空的大战就此展开 力量大会篇章悟空大概43岁 爱纪780年,拳王觉得宇宙有点多,于是准备清除8个。在悟空的干涉下,拳王同意举办力量大会,最后获胜的宇宙可以免于被清除 为了争夺这一个仅存的名额,8个宇宙总共80名战士上演了一场十分惨烈的大混战 罗篇,悟空大概44岁 官方没有公布摩罗篇悟空的次数,根据上下推测,此时悟空的年龄大约在44岁 活了一万年的恶魔从银河间距抛了出来。为了达成目的,摩罗不断地吞噬星球。为了守护第七宇宙,历经整种磨难,悟空成功变身为完美自在极异。 格兰诺拉片,悟空大概45岁 到了现在的格兰诺拉片章,悟空已经45岁了。对人类来说,这已经是中老年了。 三位平均年龙接近50岁的大叔还要继续为我们战斗。 那么,四十的龙珠超还是少年漫吗?答案是肯定的。 龙珠系列动漫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主力军观众已经有三四十岁了。 这部分观众基本上都是从自己十几岁的少年时期入坑龙珠的。 少年时期的他们观看龙珠的时候热血沸腾,到了中年,这种感觉仍然存在。 对这部分观众来说,如果小时候喜欢一样东西,那么到了老年仍然不会厌倦。 观看龙珠的那一颗年少之心从未改变。 另外,塞亚人的青春期特别长,四五十岁的年纪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青壮年。 所以说,现在的龙珠超战斗仍然热血,它仍然是一部热血少年漫。追龙珠半生,到完结之时仍是少年。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